形式力也是Google提供的服务之一 所以我们一样进到Google的页面 一样进到Google页面 然后它这边你常用的东西它会出现在上面 那比较不常用的东西它会直接出现在更多里面 所以你就去选往下选就会有一个日历 这个日历就是形式力 这个时代 现在事情越来越多老师越来越忙 那如果说你没有用形式力的习惯的话 除非你是那个大美有一个小秘书跟在身边 会提醒你说 大美等一下三点半要开会 明天要去哪里参观什么典礼 如果你没有一个小秘书的话 很抱歉你一定会东旺西旺 隔天那个明天不是考试吗 诶考试哦原来你昨天没有来考 因为不是明天是昨天 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有时候校长啊长官啊这个局里面交代很多事情 然后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形式力来帮你做提醒 你也没有那个很很棒的小组长 很贴心的小组长来提醒你的话 或者是说你班级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那你会忘记真的会忘记没有人记心那么好 那所以在没有没有前情小秘书的情况下 各位现在目前最好用的就是Google的形式力 Google的形式力 那Google形式力这是在电脑上的长相 在电脑上面的长相 它可以跟手机平板做同步 所以你的手机跟平板上面也可以有形式力 也是可以有形式力的 那这两边呢 只要你在上面做任何的修改 不管你是在电脑端做的修改 你只要是同一个账号 任何可以上网的装置 登录你的账号 那个形式力就会同步成一模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出外的时候 你就在手机上面改 你如果在家 你也可以在平板上面改 随时任何可以上网的装置 就可以看到你的东西 可以随时做修改 这个是最大的好处 然后第二个好处呢 刚刚提到小秘书对不对 任何一件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以这件事情来讲好了 如果你怕忘记 如果你怕忘记 这边有一个新增通知 这个通知呢 它可以弹跳出视窗来告诉你 会提醒你就相当于一个小秘书的功能 所以如果觉得一次不够 我再一次 一次不够再一次 我要退伍了对不对 我每天来通知可不可以 今天是剩下几天 每天给你通知 这都可以选 几点几分 然后几天以前都可以通知 那手机上 手机上也有这样的选项 甚至一个小时以前 15分钟以前通知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功能 就可以省下一个小秘书的钱 是很方便的 而且事情比较不容易忘记 比较不容易忘记 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它的这个必杀技 然后它可以跟很多 很多的形式率的APP 也可以做同步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它的长相 你可以去下载其他APP 其他的APP 那个有很漂亮的卡通型的 你就可以跟它做同步 那都可以使用 那这是电脑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端的 好 我先 我开一下那个APP 这个APP也很好用 改天介绍给你们 我先在手机开一个会议 会议 等我一下哈 834 174 838 好 如果你的手机呢 你要把它投到电脑的画面 OK OK 834 174 9 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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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要无线要投到投影机很方便 那如果说你要投到电脑上面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那我这边共享一下荧幕 荧幕先还给各位 各位先到那个行事历去看一下 重新弄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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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